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济老胡 在多伦多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2年8月22号星期一 奴隶7月25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住房可负担性严重恶化 摩托车手撞SUV身亡 汽车碰撞导致煤气泄露 温哥华婚礼变惨剧 汽车高速上自然 世界国男子被刺死 第四次快速移民出钱 加拿大报恐慌性抢购 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 住房可负担性严重恶化 根据最新报告 2022年第二季度 加拿大住房市场的可负担性 出现了40亿年来最严重的恶化 这份由National Bank发布的报告 研究了加拿大10个城市区域的住房市场 National Bank经济学家们 通过计算房贷支出与收入的百分比 来评估可负担性问题 这是一种把当地平均房价 北平的房产月供与收入中位数来进行比较的方法 报告写道 在房价继续与第六月季度上升的情况下 住房可负担性也因为上涨的房贷利率而出现恶化 这份报告发现了10个城市区域 在2022年第二季度的房价中位数是81万 而平均一套房子的月供为4100元 由此计算出房贷与收入的百分比为63.9% 这是自1981年以来的最高数字 这也意味着这项指数比上一季度增长了10.4% 比去年涨了19.1% 其中一些城市区域的房贷与收入百分比超过了90% 文革华一带的住房可负担性最低 当地非公寓住宅时的房贷与收入百分比达121.2% 而公寓的房贷与收入的百分比为51% 由此导致当地所有房屋的房贷与收入的百分比为96.9% 维克托里亚的住房可负担性 也与温哥华不相上下 当地房贷与收入百分比为95.6% 其中非公寓住宅为102.5% 公寓为52.9% 在大多伦多地区 非公寓住房的房贷与收入的百分比为98.2% 公寓是53.3% 所有类型住房的房贷与收入的百分比达91% 最接近全国平均房贷与收入百分比水平的地区是海米顿 当地所有房屋的房贷与收入的百分比为66.6% 蒙特利尔与加拿大首都沃太华的房贷与收入的百分比达于中游位置 在蒙特利尔非公寓住房的房贷与收入的百分比为50.1% 公寓为33.9% 奥特瓦地区非公寓住房的房贷与收入的百分比为50.9% 公寓为28.6% 草原省份城市和喀布克城的住房可负担性最高 卡尔加利·埃德蒙特·温尼博和喀布克城的非公寓住房的房贷与收入百分比在30%至37%之间 公寓的百分比在15%至19%之间 不过柔宜近期柔势有所放缓 列车能办法的经济学家们表示 在住房可负担性方面将出现好消息 该银行预测在未来几个月内房价会下跌10% 这个发展趋势加上5年房贷利率的稳定性 将让加拿大的住房可负担性在年底前有所提高 摩托车骑手撞SUV身亡 一辆摩托车在周六晚上与米斯萨加市撞上一辆SUV汽车 一名男子身亡 事故发生在周六晚上8点左右 一辆摩托车在Dundas Street往西行车时 撞上一辆准备在十字路口左转外的SUV汽车 摩托车骑手被宣告当场身亡 皮肉区警官表示SUV的汽车司机没有受伤 事发后仍留在现场 事故起因稍微明确 警方正在调查 呼应路段被封锁了几个小时 汽车碰撞至门器泄露 多伦多一处居民区在星期天上午 发生多辆汽车碰撞的事故 其中至少两辆车冲撞民宅 导致附近门器泄露 事故发生于上午9点19分左右 在多伦多 Sinclair Avenue一辆黑色SUV失控 撞上多辆汽车 并最终冲创进附近移动民宅和门器表 警方确认事故导致附近一带门器泄露 一共有7栋房子的居民被撤离 环游附近路边的一些人员也被疏散 一辆TTC公车被派往现场 披护那些被疏散人员 现场目击者表示 他们听到门器管道发出的巨大泄露声响 随后门器管道已经被Unbridge公司切断 不过被撤离的居民暂时不能返回自己家中 工作人员正在 不有影响的房屋内进行突风 一位结构工程师也正在前往现场评估房屋结构的出信程度 驾驶黑色SUV的司机在事故发生后 徒步逃离现场不仅区域被封锁 警方正在调查 并在寻找逃跑的司机 温哥华婚礼变惨剧 温哥华市一场婚礼派对变成惨剧 一辆汽车公路举行婚礼的派对房屋造成两死失伤 其中5名伤者伤势严重 根据西温哥华警方的消息 KC路在街区一间房屋举行婚礼派对 主人家及大区参加的宾客庆祝 该出位于帕克扰友商商一东的地区 下午60左右 举行派对的邻居房屋一名60一岁的女子 从西屋的公用车道出车 其实不知何故撞向举行派对的人 多人倒地受伤 情况混乱 西门警方于60时分接曝发生车火干往现场 由于伤者众多 部分人伤势严重 微时救伤车服务处 共派出11辆救护车及一架救伤支撑机到现场救援 警方最初报告有3人重伤死亡 后来更改为2人死亡 到晚上9时共有10人送炉一夜 其中2人情痛危机 3人伤势严重 其余5人伤势美丁 西温哥华 消防救援助理局长表示 不幸的是 这是一起悲惨悲惨事件 这似乎不是任何故意或犯罪行为 似乎只是一个意外 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情况 驾车的61岁的女子在现场接受警察 帮忙温化 但没有被带夫 她被送往医院 警方没有透露她的情况 西门警方已接手调查此案 汽车高速上自然 周五晚上一辆汽车在布列颠 在哥林比亚高速公路上燃烧 司机们在交通中被困了几个小时 由于重大车辆气候 卑诗省97岁高速公路的东行车道 于8月19日星期五关闭 事件发生在基罗那伊西约10公里处 截止8月20日星期六上午10点 由于一条东行车道仍然关闭 预计仍会出现延误 摄影师Ben Glasgow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 他在车流中做了几个小时的经历 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 显示高速公路上有一长串的车流 导致看起来像一场巨大的卡车火载 火势很大 而且轮胎正在爆炸 中午12点45分 格拉斯沟等了7个半小时后 终于能够顺利通过公路 当他上路时 他看到了燃烧剩下的汽车伤害 在推特上 司机们对整个情况的处理方式 嗤之以鼻 批评了事故期间的交通管理方式 释迦堡男子被刺死 多伦多警方已确认 周六早上在释迦堡大楼内 被刺男子已经死亡在加拿大范围内 通缉嫌疑人 警方说周六在格兰埃沃斯特发生刺伤事件 警方到达时 在一座大楼的大厅里找到了一名男子 他被送往医院后死亡 周日 警方确认这名男子是多伦多 38岁的Leon Tile 他是多伦多市 今年第43名凶上案受害者 同时 警方对34岁的嫌疑人 Ran发出通缉令 他因二级谋杀罪被通缉 警方表示 Ran被认为持有武器暴力和危险的 建议任何人发现他 不要靠近 并立即拨打921 第四次快速移民抽签 加拿大移民部 于8月17日 进行了今年第四次快速路径 永久居民全力别抽签 共向2250名候选人发出申请 非官方移民咨询网站报道 今次抽出的人数 共2250人 比上一次抽签时 再增加250人 非抽中者的综合排名 系统分数最低为525分 比上一次抽签时的最低分数 再相加8分 移民部于今年7月6日 首次恢复包含 快速路径永久居民候选人 全部四大类别的候选人抽签 至今已举办四次 共有数据库中抽出了7500名候选人 发出申请永久居民邀请 每次抽出人数都比上一次多250人 最低分数 在每次都比上一次下降8-9分 7月6日首次抽签时 最低分数为557分 最近一次抽签时 最低分数为525分 四次抽签之后 下降了共32分 在7月6日恢复之前 全力别抽签已暂停了18个月 期间 显示只有加拿大经验类 和省提名类移民抽签 后来经验类抽签 也于2021年9月暂停 加拿大计划于2022年 透过快速入境系统 吸引55,900名永久居民 至2024年预计猛增到每年11万1500人 加拿大报空旺性抢购 最近几天 全国各地都传开药房儿童布洛芬产品 原料的亏难 家长也不要在家里自行调整剂量 请咨询药剂师 根据报道 加拿大 各地的儿童布洛芬产品 通常以 艾德卫尤和泰尼为品番名称 以及一些感冒和流感药物 现在都非常短缺 产品上下继续的时候都未强控 哈里纳制造商 戈兰素时刻 加拿大公司在声明中表示 正努力满足需求 而泰尼制造商 强盛公司也表示 确保产品供应 两家制造商都没有说明 成品短缺问题 何时可能得到解决 但专家称 要无短缺可能会持续的秋天 汇率和天气预报 8月22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24.7元人民币 明天8月23号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6度到23度 雷震雨 多伦多18度到27度 请温哥华18度27度 请魁北克18度到23度 小雨 卡尔加里14度到21度 雷震雨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你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